明天的烦恼明天再烦 我只想开心努力温柔待人的过完今天 不得不说 虽然太宰芝被打上了丧脆弱忧郁的标签 但她的文字里真的藏着很多对同类人的温柔和宽慰 如果你此刻正被压力包围 在焦虑和阴谋中横跳 推荐你读读她的这本《御家草旨》 因为太宰芝本人对这本书的期待证实 希望那些为了度过苦难而奋斗着的人们 与百忙之中获得片刻的慰藉 一本轻松明快的超解雅故事集 那些故事最早是她用来给女儿姐慢用的 所以太宰芝难得一见的幽默 毒舌幼稚 随随念全在里面了 跟你们分享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篇 叫《葡导太郎》 热心正直的青年葡导太郎 因为救了一只神龟 被邀请到龙宫享乐 美酒佳肴 吃喝不愁 可舒服的日子过久了 葡导太郎竟然又开始想念起那个麻烦的俗事了 决定重回人间 临走时龙宫的公主送给她了一个宝贝 并叮嘱她不要轻易打开 可是有一天 葡导太郎还是没忍住 打开了 结果 啪鸡一下老了三百岁 当大家都觉得葡导太郎好可怜 不该贪图享乐 不该打开这个宝贝的时候 太宰芝才在结尾慢悠悠的开口 这哪是什么不幸 这分明就是奖赏呀 在真实的人生里 岁月才是人的救赎 忘却才是人的救赎 可可爱爱的水泉故事 耐人寻味的人生这里 从颜值到内容都令人感到舒服的一本宝藏小书 她宰芝自己的求生愿望并不强烈 却套出了所有的宝藏送给女儿 希望女儿能够开心 释然地过好这一生 我想那些故事里投注的浪漫 慈悲 无拘无束 或许才是她真正想说的话吧 明镜体能够失偏了 喜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